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点多 行进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北上169公里线西路段时 疑似撞上了分隔岛之后翻覆 驾驶被压在车子底下不幸死亡 而车上有毒的化学物质也因此外泄出来 环保署应变小组立刻封锁了现场清理路面 而附近的交通也大受影响 好 这里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北上169公里线西路段 在凌晨发生了化学槽车的颁复意外 目前就在现场还有环保的应变人员 以及消防人员在处理现场 同时也占用了南下的车道 运用大型吊车准备将它脱离现场 事故地点弥漫着刺鼻臭味 槽车上载的是化学物质分 对人体神经消化系统都有危害 也可能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 工作人员先将槽车内剩余的量 抽吸到另一辆槽车以便进行车辆吊挂 化学槽车翻覆后 46岁装性驾驶被压在车下 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宣告不治 驾驶的母亲文讯赶到现场 是否因为疲劳驾驶或其他原因 自撞分隔岛导致翻覆 警方还要调查 这起事故造成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线西路段双向封闭 在清理完毕之前 车辆都必须接受引导改道 驾驶人上路 最好先查询及时路况 大海新闻张国兰 蔡玉凯 彰化综合报道 至于在中部知名的观光景点 西头则是传出了死伤事故 地点是在知名的土地公轮步道 由于这条步道的困难度高 这几年吸引了不少登山朋友 自我挑战 一名陈姓山友 昨天就因为心肌梗塞 发作不幸往生 另外还传出有一个人 被落石砸伤 清静山林不平静 67岁的陈姓男子因急性心肌梗塞 导卧在西头山区古道 男子导卧地点是早期 从新义往来露骨的捷径 一路连接到西头天文台 被称为逃票路线 进森林园区不用买票 山市陡峭攀爬难度颇高 消防人员救援时 气喘如牛 当地民众表示 为了省票钱而冒险的人不多 况且65岁以上 银法族优惠票只要10块钱 应该不会铤而走险 大部分是山友们相约 上山锻炼体能 陈姓老翁不幸往生 还有另外一人也在古道 疑似被落石杂伤自行就医 幸好伤势轻微 夏天西头避暑人超多 台大实验连管理处呼吁山友和民众 都要注意安全 大家一起问南投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天气 气象局发布了热带性低气压特报 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10点半的位置 是在俄罗安比东南东方 240公里的海面上 向北移动 最快今天有机会增强为编号 第11号的台风被命名为悟空 气象局也不排除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估计对台湾陆地并没有直接的威胁性 但是北部以及南部沿海一带要注意长浪 目前在马祖 苏澳 俄罗安比这一带 已经观测到有两米的浪高 请民众在今天尽量避免前往海上活动 蓝天白云天气好得不得了 但小心卫星云图上可以看见热带性低气压 就位在俄罗安比东南东方海面上逐渐接近 最快在周日就会增强为今年第11号台风悟空 气象局部排除发布海上警报的可能 周一的清晨到白天这段时间 在它行经台湾东北部海面 跟台湾北部海面的同时 相对台湾的陆地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热带性低气压的强度有机会 甚至变成台风的强度的话 那么气象局不排除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 热带未来路径从台湾东边海面北上 再转西北移动 气象局表示对台湾陆地影响不大 但沿海地区注意长浪发生 而中南部 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 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会有震雨以及局部较大雨势 估计接下来台湾天气都会受到 整个第二代的影响 在中南半岛以及南海交接的位置上面 还有另外一个低气压在发展 而未来还是有机会有更强的强度 气象局表示未来一周还是陆陆续续 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发展 台风也可能接连生成 对台湾的影响 气象局密切观察中 来 雪黄金城嘉明台北报道 未来进行医美手术将会有更严格的规范 卫福部表示未来针对八项医美手术 在进行轻度或者是中度麻醉的时候 必须要有麻醉师在场 这一项规范最快九月份就会公告上路 医美手术当道 不少人为了爱美愿意挨上一刀 为了手术安全 卫福部规定未来进行医美手术时 只要进行削骨 拉皮 鼻子和腹部整形 或是单次抽质量达到1500毫升 以及乳房整形等八项手术时 必须要有两名医师在场 一位负责指导 另一位负责麻醉观察 相较于割双眼皮或是修疤痕这类小手术 可以由整形医师一人包办 新规定要求专科医师在旁执行麻醉 但全台的麻醉专科医师大约是1200多人 医界现在担心面临麻醉师的热力问题 所有的外科医师其实也受过 所谓的麻醉的训练 像一些镇静安眠的一些手术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 其实能力是有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 麻醉科的一个专科医师在场的话 那这样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些安全性 也都可以有另外一个保障 卫福部强调 避免麻醉师热力不足 未来可以和医院合作 采取兼忍制度 至于严厉成本会不会变相 转嫁到消费者买单 业者表示还有待观察 大约新闻 李明华 台北报道 心防战动是最常见的心率不整 但是它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 必须借由心跳监测 才能够发现异常 及早发现 能够及早治疗 花莲刺激医学中心 举办了卫教讲座 邀请到心脏专家 向大家说明正确的防病观念 我们正常我们是跑 心脏突然扑通乱跳 一下快 一下慢 让你感到胸闷 颤抖 透不过气 要当心可能是心防战动 你摸一摸一摸 拍子很准 快慢不是问题 但是拍子不准 你看这样 大概就要买一个星星 当你感到比平常更严重的 虚弱 疲倦 昏倒 甚至有血便 血尿 就可能是心防战动 建议到医院检查 而在台湾 大约有20万的人有心防战动 其中三高的人 罹患几率更高 因为心防战动 它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 其中一个最可怕的就是脑中风 所以有心防战动的人 会比一般人多五倍的机会 会得到脑中风 预防心防战动造成的中风 除了服用药物控制 务必每天30分钟 适度规律的有氧运动 咖啡 酒精 吸烟 也会造成心律不整 对抗脑中风 保健就该从平时做起 大约新闻 镇扇美志工范吕昭 花莲报导 七月吉祥月 孝亲祈福会即将在八月初登场 演艺人员以及静思谷队 今天在高雄静思堂总彩排 从队伍到肢体动作 每一个细节大家都用心做到最精准 最到位 也希望能够在当天演艺的时候 启动更多的善效应 动作和其神情专注 南部近思谷队挑大梁 展演七月吉祥月 小亲祈福会 小细节也要高度要求 看圆花头盘高腰点子 八月初就要登场 演艺人员起聚 来自台北的志工 分曲目 个别指导 不止外在的肢体要到位 内心更要下功夫 努力他们邀约他们一起辞在一届 就是用一个很虔诚的心 来录这样的经葬 做这样的法会 两花点子这样子进去 祈福会演艺父母恩仲男报经 透过肢体展演意境 经文意涵思思入心 感念妈妈爸爸 还有家人朋友 就会要讲话之前 就会先想一下 这样出口才不会这么冲 或是这么伤人 再偷看 头探出去 就这样 无声说法每一个动作都是内心戏 透过祈福会的演艺 期待每一个瞬间都能扣人心弦 他不是来看表演 他是用一个忏悔的心 或者一个体悟 或者一个人生 可能对他是一个转悟 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想要社会祥和 就要人心进化 期待七月吉祥月孝亲 其不会能带给大家省思 找到生命意义 大爱新闻 潘云正 张瑞萍 高雄报道 再来看到 今天来自于南部三百多位 忠实的大爱之友 来到慈祭人文之业中心 分享 交流 他们看大爱台的转变 以及感动 现场随堂考 菩提禅心制作过的高僧传人物 台下重视观众 屌若执掌 带之友回娘家 来自台南高雄屏东 齐聚待台 全部的人数有三百三十五位 但是后进就来了五十一位 那后进里面又有 就是我们社区艺能班的老菩萨们 他有一群人在陪伴他 因为带台人间菩提 找到坚定的力量 过去浮沉毒海二十多年 中种园六进六出监狱 出狱后决心加入志工 更带着上人开示影片 四处分享 有台伯都拿来想 人间菩提或是一些 他比较感动能够去 渡化一些根深人 或是一些吸毒者的影片 浪子回头 五年来一两百场分享 今年六月感动了一位 毒品通缉犯 自动投案矫正 他要走之后 真实故事 带台完整纪录 主人翁现身说法 美善力量 无限延伸 带一新闻消息节 许云豪台北报道 国际消息来看到 中国大陆内蒙古自治区 降下了大雨 引发水患 当地政府出动了坦克车 以及直升机 抢救受困的民众 泥黄的洪水直冲而下 一望无际的农地 成了一片水乡泽国 大雨侵袭内蒙古西部地区 一天累积雨量 多达一百毫米以上 许多房屋泡在大水当中 消防队协助撤离附近的一百多人 美国加州好莱坞的超市 发生了一起挟持人质事件 导致有一名女子 遭到枪击身亡 洛杉矿警方表示 死者的身份还有待确认 至于犯案的枪手 是一名28岁的非裔男子 枪杀两人之后逃进了超市 与警方对峙三个小时之后才投降 枪手被逮捕之后 受困超市的40多位顾客 才陆陆续续安全离开 这阵子热浪席卷欧洲地区 德国南部的城市慕尼黑 气温飙迫30度 热轰轰的英国呢 则是因为高温干燥的天气形态 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让大家纷纷到海边 来寻找消暑的方法 远方的山头冒出熊熊火光 浓烟遮蔽整片天空 天气炎热干燥 瑞典中部山区的灵火面积 不断扩大 每分钟蔓延10平方公尺 2500公顷森林地复制一具 政府呼吁火场附近的民众 赶紧撤离 事实上瑞典每年约有 2000公顷土地受到灵火威胁 但今年高温期特别长 威胁面积暴增到2万公顷 瑞典政府向欧盟 请求紧急协助 挪威和意大利 已经出动消防飞机协助灭火 来到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 过去一周灵火灾情不断 橄榄树被熏得一片枯黄 不能生产果实 还有一家农场的1100棵橄榄树 短短10小时全被大火烧成干柴 农民损失惨重 想恢复到之前的产量 还得花15年 小朋友全身埋进喷水池 不想出来 德国南部热浪发威 7月平均高温24度的慕尼黑 已经飙迫30度 德国发高烧 小小身躯的野生松鼠 耐不住高温送医治疗 德国气象单位表示 高温干燥的天气持续到8月 只有南部和西南部山区 周日有机会降雨 昔日绿油油的草地 如今一片枯黄 同样受到热浪席卷的英国 降雨量创50年新低 英国科学家指出 气温居高不下 雨量稀薄的状况 已经成为欧洲典型的夏季气候 大海新闻座部线编译 泰国清迈方县一所小学的女生宿舍 半夜发生了火灾 由于建筑物属于木造的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还造成一人死亡 当地慈离志工前往勘灾发放 并且协助家属处理善后 熊熊的火势照亮整个夜空 泰国清迈府方县 一所小学的女生宿舍 半夜发生大火 不幸造成一名女学生往生 火灾后隔天 刺激志工前往勘灾 并了解大家灾后的需求 紧急采买了日常生活用品 随即进行发放 二伙无情夺走了年轻女孩的生命 志工安抚往生者的母亲 希望她能尽快走出丧女之痛 大约新闻知识美志工秋淑芬 罗斯泰国报道 马来西亚雪龙慈禧志工 为两所慈禧难民学校举办了运动会 透过各项比赛项目 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 百人健身操活动筋骨 雪龙慈禧志工为两所 难民学校学生举办运动会 邀请联合国难民署代表 和学生家长出席 我们在UNHCR 取得这个机会 除了要掌握一些学士方面 他们也需要有机会参与一些运动 学习什么是体育精神 透过各种竞赛 训练孩子的耐力和默契 今年运动会还特地邀请 缅甸难民宗教学校一起参加 除了孩子参与竞赛 家长也投入其中 这一天就像大家庭的温馨聚会 比赛结果输赢已不重要 透过运动会 施青生拉近了距离 大家也有了一段快乐难忘的回忆 大爱新闻王真盈 林延军陈智仲 马来西亚报道 再来看到美国的子异志工 在加州温明顿社区 提供新鲜的蔬菜水果 给墨西哥裔的低收入户 带着购物带或者是购物车 大家有默契排队等待着发放 温明顿社区以墨西哥裔居民为主 收入较低 二十年前慈激就与教会合作 发放民生物资 而从去年开始 大爱蔬果车也加入发放行列 让他们的营养更丰富 碗炉是超级市场 志工提供各式各样的当季蔬果 不论是购物带还是购物车 各个塞满满 这一碗餐桌上的菜色 也必定丰盛许多 大爱新闻之三美志工 洛淑丽 李淑珍 陈新宫 美国报道 江苏苏州的慈离志工 举办亲子人文营 主题是寻找亲近源头 志工特别为营队制作了 传达环保的水立方装置艺术 课程设计包括神水体验等等 来自16个省市直辖市的孩子 以及家长们 共同度过了充实又有意义的 五天时光 亲子人文营传出的歌声 流露浓浓 爱的力量 那项腼腆的审星会 第二次参加变得活泼多 我第二次参加呢 一是因为第一次参加 和那些姐姐好久没有见过了 二呢 是暑假到来了 就是有时候也要放松放松 我想学到更多关于词记 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知识 一针一线严严密密地缝 亲子体验慈母手中献的意涵 大家 我要动水 疼惜大地之母 刷牙用的水资源非常有限 环保的一滴水 就是说如果以后地球 已经很严重缺水了 我们还是要一定要节约用水 然后不要等到未来 到时候再后回去 活动前苏州慈记团队 决定要为营队制作水立方 志工分头收集 回收上千个宝特瓶之外 更艰难的是制作过程 我们开始做的时候 就像这样跪 整天就是这样 一天要跪 这样跪几个小时 沾这个瓶 穿这个线真的辛苦 你要做得很幸福 做到最后想想 哎呀 怕的了 想想整个眼里都要出来了 瓶子的线缠绕的稍有不对 恐怕会前功尽弃 四人团结一致完成 民队晚会让人眼睛一亮 水立方无形传达 环保爱地球 带来新闻 这是美志工严美华 罗玲玲 吴伟 江苏报导 环保爱地球 再来看到高雄港务分公司 平常接触到海洋垃圾 让大家很有感触 于是工作人员 也纷纷响应携带环保用具 慈记志工更是到办公室 推广回收花器制作 与工作人员一起分享环保经验 大家一起来动一动 慈记志工来到高雄港务分公司 但带来的竟是一堆垃圾 要拿一堆垃圾 这一堆垃圾 这边全部这个还是少数 原来这都是民众生活中的垃圾 一人一天制造的垃圾看似少量 但收集起来却是体积惊人 志工这一天正式来熏导生活中的环保 花盆也能动手做 很多种藤物物都可以 都可以种 想为生活增添乐趣 但不制造垃圾 就来学学动手改造塑胶瓶 剪一剪卷出曲线就是个 独一无二的环保花器 而港务公司人员 平时就常看到海洋的垃圾污染 还有人口袋里一掏 就是个重复使用的塑胶袋 也要求我们的下一代 能告诉他的下一代 我们时时提醒自己 要做一个环保人 一定要环保 虽然是说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困难 可是我就觉得真的是要意识到 环保真的很重要 分享环保做法 体验回收实作 也让这堂分享课互动热络 大爱新闻珍 上面志工高富美 谢如迦 高雄报导 那我们是在着台湾的需求 去采集那个重点 就是台湾缺什么 我们看到什么来做报导 还有很多的图片 都是当时的图片 非常珍贵 感谢如迦 高雄报导 最后带你到伦敦的泰特美术馆 来看看最近展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一百年间冲突对艺术的影响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大爱五间新闻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